中国有四大古墓 一个不敢挖 一个挖不动 一个找不到 还有一个在海里 第一 秦始皇陵不敢挖 虽然墓穴早在1974年就被发现 陵墓外的兵马俑也早已围阵天下 但真正埋葬秦始皇的地宫 直到如今都无法打开 不仅仅是因为陵墓太大太深 还有里面遍布机关和水银 一旦贸然打开将会释放大量毒气 并且里面的文物会快速氧化 以人类现在的技术 还无法做到不损耗文物的情况下打开地宫 因此秦始皇陵也被评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第二 武则天墓挖不动 据说陪葬的宝藏多达500吨 由于武则天墓和唐高宗墓合葬在梁山深处 前后经过两次加固 自古以来无数人尝试去挖掘 甚至用大炮轰炸掉了大半个梁山 始终都没能将其撼动 第三 成吉思汗墓找不到 根据史书上记载 原朱地均葬于墓北 但最后却被证实 那只是他的遗关中 有学者认为墓葬在外蒙古 但是依然找不到宗介 因为蒙古人的葬法非常特别 他们把人安葬后会将平地恢复原样 然后当着姆骆驼的面杀死一头小骆驼殉葬 来年祭祖时跟着姆骆驼 姆骆驼停下发出哀鸣声 那就说明找到了 可等到姆骆驼死后 人们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墓了 第四 明朝首富沈万三的墓在海里 据说沈万三有三个聚宝盆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所以他才能复甲天下 为了死后不被打扰 他将自己的墓修建在了海底 至今人们未见踪迹 以上这些墓 个个都足以让世人惊叹 每个都对应中国久远的历史 但就在1929年 一个农民在家挖水沟时 却意外挖出了世界第九大奇迹 无数文明 三星堆 三星堆为什么被称为外星文明 因为它出土的东西太逆天了 下面这个三星堆出土 最大的青铜大利人 整体高达260.8公分 这尊大利人像 被堪称为三星堆领袖人物 它的总体被分为人像和底座两部分 但它的双手握环中空 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目前还是未解之谜 下面这个叫同座木面具 是三星堆众多青铜面具中 造型最奇特的 眼睛向外突出长达16厘米 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 犹如神话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专家认为 这是古主人异想的人神形同 人神合一的神造像 如果上面的都是异想 那接下来这个就更加离谱了 高达396公分的青铜神术 总体分别为底座 树和龙三部分组成 并且采用分段锻造法铸造 很难想象 大约在3000到5000年前 人类居然掌握了 如此成熟的锻造技术 更让人惊讶的是 青铜神术的构型 三层九只 及其枝头分立九鸟 和山海精中的若木 尚有十日符合 三星堆和山海精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 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三星堆挖掘到现在 出土了各种天马行空的青铜器 也仅仅是三星堆遗址的千分之二 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人们最终决定不再挖掘 我们下回来